這對是很出名的元朝清花 叫做龍文匠以平 這圖案是龍來的 四爪龍 這不是宮廷的 因為五爪龍才是宮廷 四爪龍是門間的 所以從元朝開始才有這個想法 龍室尊人 宋朝之前是沒有龍形的圖案 所以大家如果看了宋朝的語言 基本上是看不到龍的文的 由元朝開始才有龍的文 這對是民間的 是景德鎮做的民謠 據說這對是旁邊爛掉的 是因為賜貨 所以當時做的時候 宮廷不要的 是一對賜貨 來到這邊 這邊是宋慈 宋慈的士氣 是五大的民謠 宇、官、歌、君、定、宇堯、官堯、歌堯、君堯和定堯 這五個堯 以宇堯排第一 價值也是最高的 這個是名朝的 這個不是雨姚 這是房子的 龍泉姚 因為這類的雨姚實在太出名了 所以到了明朝就有大量的房子 宋朝 這個是元朝的 因為他 很多時候是後期房子的 其實是北宋為主 南宋其實就沒有羽繞了 明朝其實是訪很多羽繞的 這個就是羽繞來的 這是北宋的 北宋羽繞 這裏是宣傳博物館 最美麗的北宋羽繞在這裏 其實外表可以平平無奇 這邊是南宋的 在南安的時候 南宋後期就做不回羽繞的質素 所以就 傳絕了 這裏是形青花 這裏是有女紅 這裏是花紋的有女紅 這裏是有女紅 這裏是比較難做的 到到看明明成花 這邊的碗是 成花連造的 明成花 之前這裏是拍賣會拍了五千多萬 這裏是一個後面的 這裏是很多的 這裏是很多的 講完全世界上很多的 因為當時 是大量製造的 那裏的花錢那麼貴 沒有嘛 全都打爛了 這裏都是明成花的 成花應該可以說是 最美的 明朝最美的東西 到後期 很多惶惶成化年份做的瓷器 正德 正德相對沒有那麼多 酸德就是早期一點 這個就是 文明已久的雞肝杯 高竹杯 這就是雞肝杯 鬥彩 鬥彩是成化最精彩的 因為 青花加油磊紅 還有暗油 燒成的 十分難得 旁邊的高竹杯 這兩個罐是天字罐 後面 底部有個天字 這個就是成化最精品的 天字罐和雞肝杯就是成化潮最精品的 兩件東西來的 今天高竹杯就沒有那麼貴的 這個盤子 這麼大的盤子 應該是酸德的 好 這些黃油 這些黃油都是酸德的 酸德是正德 大明 大明嘉靖 嘉靖也有 大清康熙 這隻黃油有康熙 後面的康熙雍正 很多模仿這個 成化孫德的 瓷器 那些款式 這隻 清朝的底部 不是喔 這是明朝的 這是雍正 是 身族 默游 只會 很政治 這是明朝 這是明朝佛像 慈禧 崇禎 這些是雍正或是乾文時代的法郎彩 法郎彩應該是比較後期的技術 因為鬥彩在成法之後 技術已經失傳了 黑油 其實黑油也是很難的 這些 黑油是 瓷器是比較難做的 因為 如果拿上手看起來好像是金光 好像是金光一樣的 比較難燒製出來的 這些是梅瓶 這些是梅瓶 我剛才看過了 這些是嘉靖 孫德 這些都是孫德的大部分 孫德 大明孫德年齋 高竹杯的印就在這裏 有些會在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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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原青花 這些就是青花有女紅 這些是十分難做的 其實元朝已經很少了 這個就是明朝 這個是明朝青花 這個就是孫德年 大明孫德年 這些是孫德的 成花 成花 成花就是 青花而言 成花最昂貴 現在 當時有送給海外貿易 這個是正德的 這個成花 這個是正德 這個了 這個萬力 這個萬力 這個嘉靖 龍慶 龍慶 嘉靖 萬力 這個已經比較厚了 他最值錢就是成化 然後就是孫德 萬力之後已經差了很多 他的技術失傳了 鬥彩已經失傳了 手工可以粗一點 空命顯可以粗一點 沒有成化蟲都那麼精緻 這個都是萬力 嘉靖 這個是嘉靖 這些就是 這些都是 這個是萬力 崇禎 最後一些 月後二月 月後月沒有那麼值錢 崇禎也差一點 清朝 他反而康翁鉗 做的瓷器就更漂亮 這些都是比較後期一點的 明朝 差不多是末年那一堆 沒有那麼出題的瓷器 萬力 其實萬力 崇禎 已經是比較後期一點 瓷器方面 已經不算是 不算是 很漂亮的東西 這是清朝的民國 這一站就是清朝的民國 在這裡 有什麼時候 他們也會安心 明天 說真的 我們剛剛說 說真的 我先說真的